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把太子殿下给睡了,事后不想认账,但是他竟然不同意,把我堵在角落,红着眼问我,你想让姑,姑寡一辈子。 我在他步步紧逼之下,颤颤巍巍,你你你,你不都说自己是姑了吗?所以,剩下的我没敢说完,我怕他忍不住对我动手。 我迷迷糊糊地从床上醒来,挣扎着坐起来时,浑身酸痛得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什么情况?我衣服呢,看着自己光秃秃,浑身清紫的样子,属实震惊到了。 但看到旁边躺着一个面如关玉,见没心目的男人时,更是惊掉了下巴。 你,你你,你是谁? 我,我赶紧把被子拿起来,捂住胸口。 我,男人声音有些阴雅,许是刚睡醒的原因,也可能是没睡醒,被我吵醒的。 你问我我是谁? 啊,我一拍脑袋,所有混沌一扫而空。 我在故步的其他,赶紧捡起地上的衣服,乱七八糟地穿了起来。 我心惊肉跳地穿完了衣服之后,头也不回地对着身后的男人说道, 反正你也不吃亏,这件事就当作没有发生过,告辞。 说完我在故步的浑身酸痛,以及软得要死的腿,一溜烟地跑走了。 殊不知,在我走后,男人沉声对着门外说道,扶仓,暗中送回去。 门外的男人双手抱拳,躬身回道,是,殿下。 天还未全亮,朦朦胧胧的,我捂住快要跳出来的心脏,一口气地跑回了丞相府, 然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伸手扒了扒,一个迷你小狗洞出现了。 这个小狗洞实在不太大,我得费尽全身力气才能钻得进去。 改天得把它挖大一点才行,要不然哪天吃胖了,卡在里面可就麻烦了。 进来后,我理了李身上的衣服,一套不太合身的男装。 这个时候,府中还没什么人,我左右环视了一下,在确定没有人之后,又一溜烟地跑回了我的闺房。 在关上房门之后,我虚脱地以着房门大口地喘气。 我,丞相府的二小姐,你以为是受尽宠爱,衣食无忧,从小锦衣玉食长大的二小姐吗?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可是从小就被送往庄子上养的,至于有多小,反正刚出生没多久。 并不是因为什么身体不好,需要静养等等乱七八糟的原因。 而是因为,我出生后,府里的老太太,我名义上的奶奶,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长大后,指着她的鼻子,骂她老巫婆。 然后醒来就对着众人说我以后不懂人伦理长,不懂尊老爱幼,以后定是个祸害。 所以,不顾我爹和我娘的反对,坚持把我送走了。 天知道,我那时候连个记忆都没有。 不过在庄子上的日子也还算痛快,带鱼摸虾,爬树摘花,过得也算一个自由自在。 之所以把我接回来,是因为府里的老太太去世了。 我的青天大老爷啊,都不给我一个指着他鼻子骂的机会,就带走了他。 或许是因为愧疚,我帅气的丞相爹和我貌美如花的主母娘,对我百依百顺,想干嘛就干嘛,只要不太过分。 本身我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家闺秀,我不懂琴棋书画,也不懂刺绣女工,虽说识字,但爱玩是我的天性。 据说当时我被送走后,我那貌美如花的娘,差点哭瞎了眼睛。 就这样,老太太也不让接回来,她只能偷偷去看我,还不敢让老太太知道。 这该死的老太婆,歹毒啊,肯定是做过什么亏心事,才因为一个梦就这么对待我。 我回来后的日子,虽说府里请了嬷嬷,想把我往大家闺秀的路子上岭,但是哪有那么容易,毕竟以往十几年,我都在庄子上自由自在惯了。 我摆烂不学,嬷嬷也不敢打。 跑去告状,但娘亲也舍不得罚我,于是我经常带着我的小丫鬟偷偷溜出府去玩。 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找我那不熟悉的大哥戒了一身男装。 想当初戒的时候,是这么说的,大哥,最近我在学习女工,已经颇见成效,想为大哥做一身衣装,但是不知道具体尺寸,还请大哥借我一身衣装。 我照着做,待做好后,再还宇大哥。 我说得言辞恳切,把我大哥感动坏了,差点气体连连,连忙找了一件他最心爱的衣服给我,还跟我说慢慢做,不着急,做好后再给他。 这一座就是两个月,新衣服连布片都没剪完,倒是他这件男装,我穿了不下几十次。 有时候,规矩学得艳了,就带着我的小丫鬟之下去逛街。 偶尔去茶馆喝喝茶,偶尔去酒楼听听书,偶尔去街上看看杂耍,偶尔去梨园听听戏。 有时去东街的杏芳斋买点糕点,有时去西街的琳琅阁买几盒腌制。 小日子别提多快活了。 但是有时候在外面久了,我爹娘也会担心,就会管着我几日不让我出门,还交代了门口的侍卫,若我出府,一律拦下。 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门口的侍卫是拦不住我的,因为我还有狗洞。 前几天,想着快要起巧劫了,我就对芝夏说,等起巧劫,咱们出去好好玩玩。 芝夏,二小姐,可是老爷和夫人还没有解了对您的禁足啊。 我听了这话,简直恨铁不成钢,他们不让我们去,我们可以偷偷地溜出府啊。 走狗洞出去,我悄悄地在芝夏耳边说道,一副机智如我的样子。 啊,这,这不好吧,芝夏仍旧有些犹豫。 有什么不好的呀,咱们逛逛就回来,我扫视了一下周围,小声说道,听说那天春风楼的花魁娘子要选夫婿,咱们去看一眼,掌掌见识,听说美得不得了。 青,青楼,之下瞪大了双眼,说完才发觉自己的声音有点大,立马双手捂住了嘴巴。 小点声,我听说这次花魁娘子选夫婿,不是以往的规矩,不再嫁高者得,而是这次要看花魁娘子的演员,演员到了,一分钱不要,演员没到,黄金万两也不行。 咱们就去凑个热闹,看看哪位公子能博得美人的春风一度。 对于热闹的是,我向来有着不同凡人的抵抗力,对,凡人有抵抗力,我没有,这就是我与他们的不同。 之下还在吞吞吐吐地说着不好,看他的样子。 我怕他跟着我拖后腿,嘴上答应着算了算了,不去了,其实心里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去看看热闹。 于是奇巧节那天,我给院里的丫鬟婆子们都放了假,让他们好好出去玩一玩。 之下是我的贴身丫鬟,我也给他放了假,让他回家看看他年迈的老母亲,并特地叮嘱他,晚上不用他伺候了,他第二天早上回来就行。 之下表示很感动,说没见过我这么好的大小街,天知道我就是想把他支开,单独行动罢了。 到了晚上,我换上我大哥的一身男装,给自己打扮了一下,看着铜镜里的自己,简直是一个玉树临风,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美男子。 嗯,就是个子有点矮,衣服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合身,不过没关系,美就够了,本身我长的就是如花似玉,这稍微一打扮,带了一点英气,看起来迷人极了。 我对着镜子不断感慨,为自己的美貌折服。 看着天色差不多了,我拿了几张银票揣到怀里,又给自己拿了一把折扇,让自己看起来更风流一些。 街上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人,更多的是女孩子在蹊跷,想来她们非常想获得一段美满姻缘。 不过我今日可没多少奇巧的心思。 我的心思都在春风楼,我可从来没去过青楼呢,莫名的有点小紧张,还有点小激动。 春风楼门前迎来送往,一个个公子哥仿佛也是知道了花魁娘子选夫婿的事,把自己打扮得跟朵花一样,看得我眼花缭乱。 我在迎宾小娘子的带领下,进了春风楼。 哇,这装修,美,当真是美极了,我不禁感慨。 到处都是我喜爱的装饰,连颜色都喜欢,我就是这么俗。 小娘子无嘴一笑,这就美了。 还有更美的呢,咱们楼里的姑娘,可是一个赛一个的美,今晚呀,还有花魁娘子呢。 哎呀,你说的我都迫不及待了,我难掩心中激动之情,楼里的场景让我目不暇接。 并没有看到让人恶心的场面,我一下子放心了不少。 那奴家就给公子选个座,公子坐着漫漫等可好。 好,许是看我的衣着还不错,小娘子将我带到了二楼贵宾处。 我坐在雅座上,吃着点心,喝着茶水,看着俊男与美女,觉得此行不亏。 不知等了多久,在一阵阵欢呼声中,终于等来了花魁娘子。 众人的声音汇聚成一股浪潮。 花魁娘子,看我,我有钱。 花魁娘子,我一米八八。 有腹鸡?花魁娘子,我,我,我还未经人事。 哈哈哈哈,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全都使出自己最能拿得出手的,想博得美人青睐。 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我拖着腮,对着花魁娘子感叹道。 哎,可惜我是个女的,我眼睛错也不错,只盯着花魁娘子说道。 要不然,怎么也得搏上一搏。 花魁娘子面带微笑,不断巡视着众人,想从中找到一个和自己演员的。 许是我太过安静,不同于其他人的狂热,竟引得花魁娘子向我看来。 这一眼,看得我心惊肉跳,别,别看我呀。 我没那能力呀,我捂住胸口,不敢再直视花魁娘子,心虚地左看右看。 可还没等我平复心情,花魁娘子对着旁边的妈妈低声言语了几句,然后就上楼走了。 爱爱爱,怎么走了,不禁众人疑惑,连我也疑惑不解。 这时,春风楼的妈妈挤着笑脸,对楼中的人们说道, 各位公子,今日花魁娘子已选好了夫婿,稍后会请这位公子上楼。 至于没有被请到的公子,我楼中还有数位貌美如花的小娘子们, 想必公子们一定能找到自己的知心人,共度良宵。 另外,今日酒水免费。是谁? 谁被选中了?底下一阵骚乱,今日许多公子哥本来就是来凑热闹的, 倒也没做什么扰乱兴致的事,大多数都只是好奇。 有些听完花魁娘子已选好了夫婿,想着热闹结束, 就挥一挥袖子,不带一片云彩地走了出去。 而有些本来就是来青楼寻欢作乐的,当然该干嘛干嘛去了。 就在我想着该不该跑路的时候,来了一个小娘子,说花魁娘子看上我了。 我? 你确定是我? 没认错人,我惊讶不已。 小娘子扑痴一笑,就是公子您不会错的,还请您跟我来。 可,可我,还没等我解释清,就被小娘子拉走了。 算了,我亲自跟花魁娘子解释吧,我心中想到。 进了花魁娘子的房间,我的小心肝扑通扑通地乱跳,第一次做这种事,不知道如何是好。 小公子,不必紧张,花魁娘子的声音温柔如水,像是月色下的清泉,听得我缓和了不少。 我对着她挤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不知道怎么开口。 奴家第一眼就看到小公子了,花魁娘子细声说道,并邀请我坐下来。 我依然在桌边坐了下来,不可能吧,楼里有那么多人,楼里人虽多。 但像公子,您这样的却少。 我这样的,我哪样的,我有些好奇。 花魁娘子灿然一笑,长得英俊,安安静静的,却没有一点好色的样子,一看就是纯情小公子。 哪有,我好色得很,你刚出来我都看呆了。 花魁娘子笑着摇了摇头,不,你和他们的眼神不一样,她盯了盯我的眼睛,你这眼睛里没有情欲。 我尴尬得不知如何开口,有情欲也不是对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啊。 我想了想,决定立马将我的身份告知她。 却听花魁娘子又说道,想来公子也是紧张的吧,不如喝杯酒水,壮壮胆子,今夜春宵一度,红鸾胀暖,从此奴家就是公子的人了。 也罢,就喝了这杯酒水,壮壮胆子,跟她说了实话吧。 我深吸一口气,鼓足勇气,从她手里端过酒杯,一饮而尽。 好了,我呛出了眼泪,不断吐着舌头。 花魁娘子看我喝完,拿着帕子帮我擦了擦嘴,然后一双柔仪就攀附到了我的肩膀上。 啊呀,不要摸我呀,我内心开始恐惧,可不等我说明情况,竟浑身燥热了起来。 你,你给我喝了什么,我指着酒杯害怕地说道。 花魁娘子休暖一笑,自然是增加乐趣的东西。 我立刻明白过来,连忙对花魁娘子说道,我,我去下茅房,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能感觉到体内一股一股的热浪,不断袭击着我的身体。 耳朵也有些打鸣,出了房门之后,我趁人不注意,赶紧溜至大吉。 从春风楼出来之后,我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可仍旧压不住心里的燥热。 街上的行人已经变少了,夜色渐浓,路上零星有一些行人。 怎么办,怎么办,我心里慌乱个不停。 我已经感觉到腿发软了,眼睛也有些花,感觉鼻子里热轰轰的,怕是要流鼻血。 我挣扎着往丞相府走,可越走人越少,这一片都是达官贵人的府邸,自然没有那么多人活动。 就在我即将晕倒之际,看见了一顶轿子,混乱的思绪让我在顾部的其他,亮亮呛呛地冲了进去。 救,救救,救救我,我感觉自己要沸腾了,浑身难受得厉害,说话也开始不连贯,没有了力气。 后来我就晕倒了,唯一记得的是,晕倒前迷迷糊糊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去别院。 再醒来,就是在床上醒来了,没想到他竟然趁人之危。 趁我中了药,对我做那种事,我浑身真的痛死了,又加上跑了这么久,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 泪虚脱了我,我赶紧脱掉身上的衣服,钻进了被窝。 泪急了的我,一刻钟没到,就睡过去了。 二小姐醒醒,二小姐快醒醒。 哎呀,再让我睡一会儿,我困得都魂不附体了,还不让我睡。 夫人和大小姐来了,你快醒醒啊,之下不断摇着我的身体。 可我真的起不来。 婉晴怎么还没醒,哦,是我那美丽的母亲的声音。 我用尽全身力气,睁开了眼皮。 娘,你怎么来了,不会是发现昨晚我偷跑出去的事了吧? 当然是想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你没有生气吧,是我那不太熟悉的大姐的声音。 生气,我有些疑惑,没反应过来。 就是进宫童皇后娘娘,以及各家夫人小姐赏花宴呀,貌美又年轻的大姐,对于我的记忆实在不敢恭维。 哦,原来是这件事,不过我从小就不在府里长大,也和贵女们不是同一个圈子,没什么话讲,也不熟。 所以,在前几日,我娘和我姐问我去不去赏花宴的时候,我强烈地拒绝了。 哎呀,本身就是我自己拒绝的。 有什么好生气的,我简直无语,这点小事也能值得我生气。 那你怎么这么晚还在睡?我那美丽的大姐杨婉宁,非常不解地问道。 哎,也就是昨夜看了画本子,有点晚,所以今早而没起得来。 哼,你就整天看画本子吧,我看你对自己的事一点也不上心。 杨婉宁帕子一甩,气呼呼扭过头去。 哪有不上心?娘,你看大姐姐,我就放松放松,自己都不让,我表现得颇为不满。 你也别怪你大姐姐,你大姐姐说得也没错,你是该为自己上点心了。 没想到,我娘竟然不帮我,还戳我额头。 什么上点心,我吃点心还差不多。 我哼了一声,话音未落,又响起杨婉宁的声音,皇后娘娘要给太子殿下选妃了,你这样的怎么有竞争力? 婉宁大小节颇为恨铁不成钢。 选妃关我什么事啊? 喂,你们不要以为我学了几天规矩,就能胜任什么老十字太子妃吧? 再说了,有你这么个知书达理,才华横溢,貌美如花,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千金大小皆在这,怎么也轮不到我吧? 你倒是也有点自知之明,可是就算当不成太子妃,你总该想想自己以后吧? 总不能一辈子不嫁人吧?就一辈子不嫁,又能怎样?我不满极了。 凭什么就要嫁人,嫁人还怎么快乐? 你你你? 我不管,皇后娘娘说,再过一段时间再办一场赏花宴,这次不光邀请京中贵女,还会邀请王孙公子,反正到时候你要去,杨婉宁再次气呼呼地说完就坐那里不动了。 我嘴一撇,什么赏花宴,我看是相亲宴还差不多。 这时,我娘及时制止了我们之间的争吵,你姐姐说得对,现如今,京中认识你的人也少,应当多出去露露脸,总归要让大家知道咱们府上还有个二小姐存在不适。 我实在懒得听,就想把他们都赶走。 好了,好了,我听你们的,一切都听你们的,还不行吗? 说完还补充了一句,保管在宴会上一飞冲天,一鸣惊人,让所有人都认识我。 说完也不管他们什么反应,就开始钻进被窝里装死。 然后,让之下赶紧请他们回去休息,留我独自躺在我的大床上睡觉。 就在快要睡着之际,我猛地惊醒,我,我,我还能嫁人吗? 清白,我的清白没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内心抓狂,为什么要去看花魁娘子啊? 我后悔啊,虽然那男人很帅是没错,但是我根本不认识啊。 这件事让我有些意志消沉,竟然主动不再出门,引得府里所有人都开始说我变得不正常。 小姐,你真的没事吧? 之下有些担心。 我能有什么事,我赏了她一个白眼,继续翻看我的画本子。 可是,你都好久好久没出过门了。 怎么了,以前不是你让我不要整天出去的吗? 现在如了你的愿,你还不满意了是吧? 可是奴婢觉得您有些不正常,支下一脸的肯定,嘴上还假装样子表示怀疑。 我哪里不正常,我正常得很,你别影响我看画本子。 可是您以前,就算爬墙,钻狗洞也是要出去的,现在老爷和夫人都不管您了,你竟然不出去了。 支下围着我左三圈,又三圈地走来走去,看得我眼花,别转了,头都被你转晕了。 而且,支下忽然提高了音量,吓得我一个机灵,您最近特别试睡,比以前能睡多了,还能吃。 能吃能睡不好吗?我看有毛病的是支下巴,以前巴布的我多吃多睡,老实呆着,现在果真如此了,他又觉得我不正常。 一个个真是难伺候,我翻着白眼懒得搭理,但确实哦,我最近怎么变得这么能吃能睡? 还没精神,难道我病了?应该不能吧,我以往的身子可壮得像头牛,很少有生病的时候。 转眼间,皇后娘娘举办第二次赏花宴到了,距离出发时辰还有好长时间,支下就开始拖着我打扮起来。 哎哎哎,轻点,头皮疼。 我闭着眼睛,坐在梳妆台前打盹,任他折腾,突然觉得脑袋一沉,差点压得我栽下去,我睁开眼,就看见铜镜里的我,那简直是满头朱翠啊。 支下,请问你到底有没有审美?我指着脑袋瓜子问他。 支下仿佛很得意,您今天可是第一次入宫,可不能让他人小瞧了,我看这样正好。 可是,你有没有为我的安全考虑一下? 啊,安全?我脖子都要被你这些东西压断了,快断气了,快拿下来,我看你是想谋害我。 小姐,您这可不能乱说,奴婢只是想让闪瞎他们的眼。 我看了看满头的宝石,嗯,确实能闪瞎他们的眼。 最终还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下,拿下去了不少朱翠,看着镜中简简单单,清清爽爽的自己,我表示很满意。 我与我那貌美如花的娘亲,以及知书达礼的大姐,坐着马车来到了宫中。 已经有不少贵妇和贵女到了,我挑了个不太起眼的位置,坐了下来,一路上马车摇摇晃晃,我都快要睡着了。 天色也开始朦胧,我借着朦胧的夜色,一边吃着糕点,一边喝着果子露。 内心不禁吐槽,皇后娘娘可真是不同寻常,这闪花宴竟然在晚上举办,也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看得清你的花。 内心接着诽吧,相亲宴就是相亲宴,非要打着赏花宴的名字,真是无聊。 男席与女席在两个方位,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皇后娘娘与其他妃嫔坐在上位,中间空出来不少地方。 倒是一朵花也不见,虽然没有花,倒是有比花更精彩的东西,一众贵女们一会儿跳舞,一会儿吟诗,一会儿作画,还有的弹琴。 真是名副其实的赏花宴。 多才多艺的贵女们,看得我目不暇接。 妹妹,你不是说你要在此次宴会上一名惊人吗? 怎么还一动不动,光坐在这里吃? 杨婉宁刚刚跳完了一段舞,一看就是精心练过的,此刻正气喘吁吁地对着我说。 我就算了吧,我怕吓到他们,我表示不想参与这种热闹。 那可不行,你上次都答应了我和娘亲。 娘亲,你说是不是? 说完挽着娘亲的胳膊,仿佛非要我上去表演似的。 太子殿下道,有内侍在喊,所有人都开始站起来行礼。 不得不说,太子殿下来得太及时了,关键时刻解救了我,要不然我还得被逼着上去表演。 我能表演啥? 爬树? 捉鱼? 摸虾? 不过这大内皇宫,条件也不允许啊。 哈哈,真是感谢你啊,我的太子殿下,我一边内心狂笑,一边偷描太子殿下。 什么,什么鬼,吓得我都结巴了,他,他怎么可能是太子殿下? 不不不,太子殿下,怎么可能是他,真是震惊我全家一万年。 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竟然是太子殿下,我内心掀起惊涛骇浪,我把太子殿下给睡了。 晚晴,突然提高的声音将我拉回神,原来所有人都已经坐下了。 娘亲扯扯我的袖子,我才反应过来,立马坐了下来。 可是因为失神的缘故,竟引得太子殿下向我看来。 我内心,别看我呀,别看我呀。 可是我越是躲藏,越能在余光中看到他在看我。 我简直浑身发麻,他又向我投来一个眼神。 他,他什么意思啊? 我欲哭无泪,只得躲藏我的眼神,故意不看他。 带着面前的刀点使劲吃。 过了好久,我都吃撑了,宴会还没有结束。 娘,我能去趟茅房吗? 我吃多了。 我娘表示很无语,但还是让我去了,并让我注意安全,快去快回。 殊不知,在我离席后,太子殿下也跟着出来了。 我找了个丫鬟,问了一下茅房的位置,便急匆匆地过去了。 可刚穿过回廊,一个身影挡在我的面前。 我眯着眼睛看了看,这身影怎么有那么一丢丢熟悉呢? 带我走近后,差点吓得我魂不附体。 太,太,太子殿下。 我一边颤抖着,一边打算往后退,看哪个逃跑比较合适。 我刚要拔腿就跑,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抓住了我的手腕,疼得我差点掉眼泪。 怎么? 又想跑吗? 清冷的男生响起。 明明是好听的声音,此刻我却觉得仿佛这声音脆了毒一样, 让我的后背浸出一身冷汗。 没没没,我没想跑,我摆着另一只手想往后退, 却被他钻得死死的,动也不能动。 我只是太急了,请问太子殿下,能不能麻烦让我先去个茅房? 明明之前没有多少尿液,现在却像要憋不住了。 而且可能因为吃得太多,还有点想吐。 想骗我,说完便将我向他一拉。 突如其来的动作,让我的胃部感到强烈不适, 可想抬手捂住嘴,已经来不及了。 我直接吐到了他的身上。 吐完后我傻了,我眼睁睁地看着太子殿下那面如关玉的脸庞, 开始黑如锅底。 嘴唇也抿得死紧,鹅角的青筋直跳,显然压抑着怒火。 完了完了,我完了,我内心如是响。 可他并没有向我发火,也没有喊人来惩罚我。 他只是铁青着脸,放开了我的手腕。 我收回手腕,不禁立马揉了揉,看着通红的手腕,想来明天肯定亲子。 被爹娘、大姐大哥看到了,都不知道怎么交代。 不不不,能不能活到明天也不一定。 因为太子殿下喊人将我带到了东宫。 可怜我刚坐回大小姐还没有多久,就要命丧黄泉了。 我跟着那名叫扶仓的侍卫,来到了一间书房,看样子是书房,因为有很多的书。 而太子殿下吩咐完之后,早就离开了,我想他可能去洗澡了,毕竟被我吐了一身。 我感觉到双腿有些发颤,慢慢挪到门口,对着那笔直的身躯说道, 扶仓大哥,请问我可以去一下茅房吗? 扶仓只回头看了我一眼,太子殿下吩咐将你带来。 不得离开,我这次是真哭了,我,我要憋不住了。 最终,我还是在扶仓的眼皮子底下去了茅房。 当然,他没有进茅房。 解决完大事,我又被带到了书房,且这次,扶仓竟然把门关上了,还贴心地给我倒了杯茶。 这我哪敢喝,万一有毒,岂不一命呜呼? 我站在房中等了又等,还不见太子殿下过来。 我摸着下巴,太子殿下只说带过来,没说不能坐吧。 我腿都要站抹了,要不趁他没来,小坐一会儿。 毕竟以后有没有命坐,还不知道呢。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桌案后面的紫檀木太师椅上。 骤然放松的身体,不禁让我窥探出声,舒服。 左等右等,太子殿下还是不来。 也不知道我娘和我姐看到我没回去,怎么样了,我开始担心地自言自语。 唉,可惜了之下给我做的吃食,还没吃完呢。 过了一会儿,越想越心酸。 我还没有享受够大小姐的生活呢,越说越沮丧,不禁掉下一滴眼泪砸在了脱腮的手上。 就在这时,吱哑一声,门开了,那令人害怕又帅气无比的太子殿下出现了。 此刻,我正坐在她的太师椅上,颇有一番反客为主的味道。 当然,我不是真的主人,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椅子上跳下来,站在了她的面前。 稍微思索了一下,立马跪下,揪着她的衣服下摆,太子殿下饶命啊,太子殿下饶命啊。 我声泪俱下,一声声求着饶。 过了半晨,太子殿下半蹲下来,一手撑在腿上,一手捏着我的下巴,薄唇倾土出声,谁说要你的命了。 啊,我有些愣。 起来,不容抗拒的声音响起。 说完之后,太子殿下绕过我,坐在了我刚刚坐过的太师椅上。 我慢悠悠站起,有些没搞明白她的意思。 那,那太子殿下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我抖着身体问道。 姑就想问问,姑在你眼里是个什么样的人? 太子殿下饶有趣味地看着我。 我面上不显,脑袋里却转了十八个弯。 她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好久,还是想不明白。 嗯,不耐烦的声音响起。 什么样的人? 夸她总归没错吧? 于是我立马跑到太子殿下面前,开始了我滔滔不绝的表演。 太子殿下您简直就是神仙下凡, 玉树临风,风流倜躺, 风华绝代,意表人才,温文尔雅,怜香惜玉。 文武双拳,财貌双拳。 苛苛,太子殿下示意我打住。 可是我还没有把想到的成语说完。 但是我是绝对不能反抗她的, 于是我低眉顺眼地站在她面前, 开始观察她的神情。 太子殿下嘴角扯出一丝讽刺的笑, 我还以为你当姑是青楼的小官,睡了就跑。 啊,我连忙摆手,太子殿下您误会了,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我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死也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哦,那为何第二天天未亮就穿起衣袍逃跑了? 既然你觉得姑那么优秀, 为何还要逃跑? 太子殿下,您冤枉啊,我那时没认出来您, 我要是认出来您,就给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啊。 怎么? 穿起衣服就不认人了。 太子殿下,您真的冤枉我呀。 我要是知道是您,我是万万不敢的呀。 我真的想哭了。 太子殿下从太师已上起来, 慢慢夺不到我面前, 看你的胆子大得很吗? 不知怎地,我又有些想吐, 许是闻到他身上龙咸香的味道的原因, 太刺鼻了。 我赶忙捂住嘴,生怕又吐在他身上。 我敢肯定,如果我吐第二次, 立马小命完完。 怎么了? 姑舅让你那么恶心? 太子殿下皱着眉看着我, 同时离我远了一点。 我捂住嘴,声音有些闷闷的, 可能是今晚吃得太多了。 明显听到太子的声音有些无语, 你是猪吗? 他当然知道他吃了多少, 从他到场, 他就吃个不停, 要不是面前没了, 他想他还能继续吃下去。 太子殿下甩了一下衣袖, 转身对着门口的扶仓说道, 去叫太医。 是, 什么情况啊, 这是, 叫太医干嘛? 今晚到底还要不要我的命啊? 还让不让我回家了? 给个准话呀。 当然, 我也不可能问出口, 没多久, 太医来了, 给我诊了脉, 可他刚搭上没多久, 那张老脸就变了色, 吓得我一下坐直了身体, 我我我, 我有病了。 就在太医刚要开口的时候, 太子殿下让他出去了, 自己也跟着出去了, 并且还不让我乱动, 我哪敢动啊, 我思绪乱得不行。 回廊里, 太子殿下抬手示意太医继续说, 回殿下, 这位姑娘是喜莫, 太子殿下听后一惊, 可是当真, 回殿下, 确确实实是喜脉, 且一跃有余, 脉相很稳。 一跃有余, 一跃有余, 太子殿下敲着手指, 思绪翻滚。 那应该是那次了, 没想到一次就中了。 回去吧, 记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 是, 太子殿下, 微臣告退, 等等, 给他开点安胎药。 那位姑娘 脉相很稳, 太子殿下大可放心, 不用安胎药, 也无妨的。 让你开你就开。 太医听了这话, 战战兢兢回复时, 立马开了安胎药。 扶仓拿着药方下去熬药了。 过了好久好久, 我在太子殿下复杂的目光中, 差点死过去的时候, 扶仓端了一碗黑漆漆的药来。 我心下已经立马跪了下去。 太子殿下, 我不想死啊, 你就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我保证不乱说出去。 太子殿下一皱眉, 喝了它。 太子殿下, 我是真的不想死啊, 我生泪俱下, 谁说是毒药了。 娜娜娜, 那是什么? 你不是吃多了吗? 给你开了一碗要消消食。 太子殿下, 消消食我出去跑两圈就行了, 这药能不能不喝呀? 不能, 不仅不能, 以后也不能做乱跑乱跳之类的动作。 为什么呀? 太子殿下, 我为什么不能动啊? 我不会是得了什么大病, 要死了吧? 我是真的害怕。 切莫胡说, 太子殿下立马神情严肃地对我说道,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要喝这碗药? 我能不能不喝呀? 可太子殿下仿佛没有松口的迹象, 倒像是有强冠下去的样子。 算了,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我端起药碗, 凭着鼻息, 一饮而下。 啊啊, 哭死我了。 喝完了药, 我可怜巴巴望着太子殿下, 请问, 太子殿下, 我可以回家去了吗? 这几日你先回去, 莫要乱走, 过些日子, 自会有人上门宣旨, 你等着接旨就行, 太子殿下对着我挥了挥了。 啊, 还要找我? 这是没完了事吗? 福仓, 把人送回去。 是, 殿下, 福仓对着我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杨二小姐, 请随我来。 我就这样坐着太子府的马车回了丞相府, 也不知道福仓是怎么跟我爹娘解释的, 他们竟然没过来训斥我, 还派人过来跟我讲让我早点休息。 一夜心绪不宁, 第二天起来时, 眼下一大圈乌青。 小姐, 怎地吃得这般少, 吃下面色担忧地看着我。 不知道, 没胃口, 自从遇见了太子殿下, 我就真的倒了胃口, 之前明明还能吃得不行, 一夜之间, 就啥都不想吃了。 还隐隐约约, 老是感觉想吐。 昨晚太医的样子, 还有那碗莫名其妙的药, 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觉得有必要出府一趟了。 勉强吃了几口之后, 我找了个油桶吩咐之下去做, 然后自己偷偷摸摸溜出府去了。 还没走到医馆, 竟然遇见了太子殿下身边的福仓, 他手里还拎着东西。 杨二小姐, 这是殿下吩咐给您的药, 说完之后双手奉上。 吓得我连连后退几步, 什么药? 我究竟什么病? 太子殿下为什么要给我要? 福仓, 是一些治疗基石, 提神醒脑的药, 还望杨二小姐收下。 不应该啊。 老朽做了三十多年大夫, 是什么要我一眼就看得出来? 姑娘若是不信, 仅可找其他医馆去问便是。 那大夫看了看我的脸色, 又给我把了脉, 这位姑娘脉相虚弱无力, 精气神差, 眼下也尽是于轻, 正需要这方子好好补养补养身子了。 我半信半疑, 以我今天气色, 需要补补倒是真的, 但是太子殿下那么好心, 能给我送药? 二小姐若是不信, 城中医馆尽可去问。 福仓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 好吧好吧, 勉强相信你们, 这段时间吃得确实有点多, 可能真的是饥食了。 我拎着药包往回走, 一副眉睛打采的样子。 殊不知我走后, 福仓对着医馆大夫说道, 今日之事, 不可随便向外人道也, 如若发现, 小心你全家。 原来太子殿下早已吩咐 城中所有医馆, 无论我去哪个医馆, 得到的都是这番答复。 真是人心险恶呀。 没想到吃了几天药, 我的精神真的好了起来, 都想出府逛逛去了。 之下, 咱们带上点银子, 出去逛逛吧。 小姐, 今日是状元游街的日子, 恐怕街上人太多, 不安全, 要不咱们还是留在府里吧。 我一下来了兴趣, 哦, 还有这是? 当然, 听说今日状元, 榜眼, 探花都要打马游街呢。 我听完这话, 一拍大腿, 那今日可非出去不可了。 小姐就是喜欢热闹, 之下哼了一声, 给我收拾东西去了。 对了, 之下, 把我前段时间绣的帕子戴上。 戴上那些干嘛? 您绣得又不好, 之下不解。 就是不好, 扔了才不心疼。 不是说状元游街, 好多女子会扔帕子的吗? 咱们也去试试。 这真的好吗? 万一那三位之一, 有一位看上了小姐咋办? 哎呀, 咱们就去凑个热闹, 就我那刺绣水平。 你觉得我能在万千少女之中脱颖而出? 这道野事, 之下点了点头, 带上了一包我绣的帕子。 我带着之下, 在酒楼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 来了来了之下兴奋地叫出来。 一瞬间, 整个酒楼都能听见各大小姐和丫鬟们的呼声。 我透过窗子伸出头往外看, 哇, 街上简直人山人海。 只见跨马走在队伍前面的人, 身穿一袭飞衣, 头戴高帽, 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小姐快看, 这是状元狼。 嗯, 不错不错, 快打开我的包袱。 别人都开始扔了。 之下连忙打开随身带来的小包袱, 里面全是我之前绣坏了的手帕和香囊。 我挑了一个看起来还可以的帕子, 往状元狼的身上扔过去, 怕扔不准, 还在里面包了几粒花生米。 等到了榜眼, 我挑了一个丑得不行的香囊扔了过去, 因为榜眼看起来有点大,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过了一会儿, 一阵惊呼, 我身头看去, 原来是炭花狼来了。 哇, 真的好帅。 那身姿, 那气度, 那迷人的风采, 难怪整个京城的贵女们都兴奋了。 快快快, 把帕子给我。 我盲从支下手里抽过帕子, 往炭花狼身上扔去, 挨压, 没扔上去, 我懊恼地一跺脚。 再给我一个香囊, 我接过香囊, 把小碟子里的花生米全部倒了进去, 这下应该能扔到了。 我用力一扔, 正好落在了炭花狼的怀里。 他许是没想到还有这么重的香囊, 抬头看了我一眼。 哎呀, 我沉沦了, 真的好帅啊。 支下, 把包袱给我。 我接过包袱, 往里塞了几颗枇叭, 并打了一个结, 确保里面的帕子和香囊不会跑出来。 对着还没收回眼神的炭花狼, 喊道, 喂, 看我。 说完, 把包袱扔了出去。 没想到他竟然伸手一接, 一次完美地对接, 扔完之后, 我还对着炭花狼挑了挑眉毛, 活脱脱一个小流氓。 小姐, 这帕子也没了, 香囊也没了, 咱们该回去了吧。 我心情瞬间舒爽, 大手一挥, 回家去。 终于把一堆丑东西解决了, 哈哈哈哈哈哈。 殊不知, 这一闹, 竟让炭花狼对我一见钟情。 回去后, 看到我的香囊和帕子, 笃定我一定非同寻常, 更加让他情深意赌了。 多方打听, 带人想来求亲, 谁知还没到香府大门, 竟被太子带人暗中打了一顿, 真是非来横祸。 堂堂炭花狼被打成了猪头。 而这些, 我一概不知, 回府之后, 吃过晚饭, 洗了一个热水澡, 美滋滋地上床睡觉。 过了大概几日, 一道圣旨进了我家,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资文丞相之女贤熟大方, 温良敦厚, 品貌出众, 太后与镇公文之甚悦。 今太子年已若冠, 是婚娶之时, 当则贤女与配。 执杨氏婉晴代驾归忠, 与太子堪称天设地造, 未成家人之美, 特将杨氏婉晴许配太子为太子妃, 一切礼仪, 交由礼部与钦天间监政共同操办, 则良辰完婚。 不告中外, 显史闻之。 钦此, 我跟在众人后面接纸, 根本没反应过来圣旨上说的那个人是我, 还一副看热闹的样子。 待杨婉宁愤愤不平,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你究竟走了什么狗屎运, 竟然被刺婚于太子殿下。 我才反应过来, 这说的是我, 我当场被雷劈的外交里嫩。 我不顾一切抱着我爹的大腿哭道, 爹啊, 我的亲爹, 皇上一定是弄错了, 您看圣旨上说的人是我吗? 什么贤良输得, 根本不是我呀, 一定是搞错了。 爹啊, 你快去找皇上说清楚啊。 我爹想想也对, 于是真的去求见皇上了, 但是带回来的答案是圣旨没错, 说的就是我。 于是我再一次抱着我爹的大腿哭, 爹啊, 我不想嫁呀, 我是什么品性, 您还不清楚吗? 就我这样的, 要是进了后宫, 连骨头都不剩啊。 爹啊, 我上半辈子够苦的了, 您可不能让我下半辈子也苦啊。 爹啊, 您想想, 他可是太子, 以后还会当皇上, 那后宫三千加厉, 我根本不是对手啊。 爹啊, 您快去找皇上说清楚吧, 一入深宫深四海, 我还年轻啊爹, 可能是激起了我爹的愧疚, 我爹打算第二次求见皇上, 可是这次没那么幸运。 半路上遇到了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扯着一张似笑非笑的脸, 不知道丞相大人进宫所谓何事。 明明是笑脸, 怎么声音那么令人发抖呢? 我爹打了个寒战, 既然在这里遇见, 不如就直说了吧, 于是我爹行了个礼, 对太子殿下躬身说道, 老臣是为小女与太子殿下的婚事而来, 老臣愧对父亲身份, 为交好小女, 导致小女脾性顽劣不堪, 不识大体, 实属难以胜任太子妃一职。 既然杨大人交不好, 不如让我来交, 太子殿下语气冷如冰霜, 一字一顿, 天面上那似是而非的笑容未改。 这这这, 我爹着实没想到他竟然能说出这番话来, 顿时噎得哑口无言, 要不是看他是太子殿下, 早给他一拳了。 于是, 第二次进宫, 依旧已失败告终。 眼看着这婚事退不成了, 我整天在家哭天枪地, 半夜夜愁得睡不着, 一个人在院里散步, 夜深人静, 府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已在栏杆上叹气,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在我眼前, 在我确定没有眼花之后, 转身就跑。 可是人影紧随其后, 竟把我逼到了角落。 人影沉着声音问, 为什么不想嫁给姑? 我瑟瑟发抖, 我不合适啊。 哪里不合适? 我我我, 我语无伦次。 你好狠的心, 竟然想让姑, 姑寡一辈子, 她红着眼睛, 一错不错地看着我。 你,你, 你都说自己是孤儿, 所以能不能把婚事取消了? 我,我, 我结结巴巴半天, 没敢说完, 因为我看到她抱起青筋的拳头, 就抵在我的耳边。 我怕她打我。 婚事取消, 再次以失败告终。 而且更气人的是, 这场大婚还特别赶, 只剩十天, 十天之后就要完婚。 之下, 呜呜呜, 我的命好苦, 我抱着之下哭个不停, 我是真的不想当那什么太子妃。 我爹娘整日忙着我的嫁妆和嫁衣, 都没时间来关心我了, 只有我那尚未娶亲的大哥在出嫁前对我说, 要是太子殿下欺负你, 你尽管告诉我。 然后呢, 我抬头看她, 我会向皇上告状的, 我真是谢谢你了。 我那大姐, 觉得我肯定出门踩了狗屎, 才走了这场狗屎运。 于是, 每天带着丫鬟出门, 看看能不能踩着狗屎。 十日后, 十里红妆, 凤冠霞佩, 太子殿下亲自迎接我, 入了东宫。 入了洞房, 我往洗床上一坐, 盖头一甩, 发官一摘, 往后一躺, 才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大婚可真是累人啊, 洗婆一直在制止我, 说什么盖头, 应该夫君来先, 巴拉巴拉, 我听得烦得慌, 让她赶紧走了。 之下, 我好饿, 也好累, 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小姐吃块糕点吧, 奴婢包在帕子里的, 之下递给我一块栗子糕。 我伸手接过, 三两口吃进肚子里。 之下, 我先眯一会儿, 太子殿下钥匙来了, 你叫我。 小姐, 你先休息一会儿吧, 之下已经知道了我的秉性, 规矩什么的, 在我眼里, 统统都不重要。 渐渐地, 我开始进入梦乡。 后来我听到有人说话, 有男声有女声, 可我太困了, 眼睛实在睁不开。 最终我被晃醒, 睁开眼, 是太子殿下, 除了她, 屋内空无一人。 我睡得有些迷糊, 没有什么思考能力, 问出了心底的疑惑, 为什么一定要娶我呀? 太子殿下一身红袍, 俊美绝伦, 露出直达眼底的笑, 异常温柔地对我说, 想知道。 我猛猛地点头, 嗯, 她轻柔地俯着我的头发, 温柔说道, 因为姑上辈子就和你约定好了, 所以, 这辈子, 你只能嫁给我。 嗯, 我实在没听懂。 什么上辈子这辈子的? 可接下来要问的话, 却悉数被她堵回了嘴里。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她重活了一世, 上辈子我和她就结为夫妻, 只奈何我扶勃命短, 留她一人在世上, 伤心欲绝。 最终以帝王寿数, 向上苍祈求重活一世, 与我再续百年之好。 而我才知道, 我之前一直吃的药是安胎药, 只可惜我是个心大的, 小日子好久没来, 都没注意。 知下这个傻子, 还说我是因为积食, 吃了药, 把小日子的顺序都给打乱了。 婚后几个月, 我成功诞下小皇子, 太子殿下对我越发得好了, 我从没想过, 我嫁给太子殿下会那么幸福。 曾经我害怕的后宫三千加厉, 也没有出现, 只我一人, 整日围绕在他身边。 我每日殿下长殿下短地叫他, 什么事都要叫上他, 二人整天形影不离, 忽然觉得, 我离不开他了。 希望下辈子, 依旧能与太子殿下再续前缘, 生生世世, 永不分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